好的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現場拉起封鎖線並出動怪獸 緊急尋找瓦斯意味的來源 周圍30公尺內禁止進入 附近店家也都提早打烊 以避免危險 是外界就這樣而已啊 很嚴重 那時候拉起那邊奇怪 你是不是有聞到那個味道 18號晚間6點多 消防局接獲許多民眾報案 說高雄左營自由二路 飄出濃烈瓦斯意味 協同瓦斯公司與環保局 到場後為安全考量 先請店家暫停營業 並立刻封鎖現場 開始尋找瓦斯外洩的源頭 消防車也在一旁嚴陣以待 有立即的危險嗎 沒有沒有 因為你在四周車的話 車不到瓦斯 所以你看人家在那邊 都不會有緊張的 不會有 這是很安全的 低壓攻擊系統 是很安全的 經過將近五個小時的檢測 終於找到洩漏點並開挖 現場瓦斯樹脂回歸正常 所幸時需進一場 最終平安落幕 不過周邊店家 原本忙碌的完場時段 也因此休了半天假 以上掌握消息主播 我是陳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往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再見